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友您好 我虽不知道您的名字 但我明白您的心情 看到瘟疫横行 罪恶满盈 家国有难 心里实在伤痛 这段时间 我流了很多的眼泪 有自己悔改的眼泪 有家人没有来到神面前 可怜的眼泪 有看到人们 无知 不认识神而忧伤的眼泪 有看到 听到武汉弟兄姐妹们受苦而心疼的眼泪 有中国同胞各处都有被感染的 他们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的眼泪 有医护人员们 有医护人员们舍生忘死 感动的眼泪 有李医生的死 带来的惋惜和难过的眼泪 有世界各国的火灾 地震 流感 瘟疫 战争 欺骗 人类的罪恶与顽的眼泪 看到这些 怎能让我不哭泣呢 感谢良友电台的所有家人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牧者同工们 你们风雨兼程 默默无闻 日夜相伴 樽樽教导 陪伴我走过了25年的时间 除了感恩 还是感恩 虽然节目不同 主持节目的人员有所变动 但是你们从来没有改变原有的初衷 无论什么情况 无论有多艰难 无论付上怎样的代价 也要牧养神家的群羊 顾念救主的教会 培养基督的精兵 在这个时候 我只能在主里深深地祝愿 良友电台所有家人们 牧者们 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一切平安 祝你们一生幸福 每天为主 每天为主打美好的胜仗 赢得更多人的灵魂 直到这一迷之处 仍有平安永留 仍有他的手 永生不索 从清晨到夜深度 为你不住祝愿 为你不住祈求 眼前荒芜一瞥 仍有道路存留 直到这一迷之处 直到这一迷之处 仍有平安永留 仍有他的手 掌管万有 从日出到日落 我为你不住祈求 前途慢慢渐显 仍有道路存留 为那城 切切地求讨 为那城 撕裂了衣裳 为那城 万君之夜和花 求你时恩拯救 为那城 泪不住流淌 为那城 撕裂了心肠 为那城 千万的灵魂 有平安 有生命的指望 当电台分享了 河北城姊妹的这封家书 向听众发问 您还记得当年用收音机 听良友电台的感受吗 没想到勾起了很多听众 分享听收音机的回忆 感谢神 亲爱的家人 我差不多是十几岁 听过你们的节目 那时家里穷 没有收音机 世界哥哥家里的 是偶尔拿来听一下 直到以后 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 极度的痛苦 甚至精神崩溃了 分裂了 不正常了 才想到福音电台的弟兄姐妹们 那慈爱柔和的声音 那是世上寻找不到的声音 那是从父神来的慈声 我是自己要去信主的 信主后 妈妈恢复正常了 从没有复发过 以后就寻求真理 传福音 带领教会 服侍神 村上开始救我们一家信主 妈妈三个姐姐和哥哥 都是因为我 也和我一起信了主 几个侄女外甥女也都信了 并且细心都很好 三姐姐也学会讲道了 我们信主以后 靠主祷告 慢慢增添了几十个人 到了婆家之后 也只是我和婆婆信 以后村上也增加了几十家 哈利路亚 荣耀归主 阿们 我第一次听到福音 是小时候十岁左右 和爷爷在一个夏天晚上 在外面乘凉 播放良友电台福音讲道广播 感谢主慈爱怜悯不配的罪人 多年后 盟主怜悯拯救 以前有个林伟 林美玉现在在哪儿啊 他们有个节目叫 活力新一代 以前特别喜欢他们的节目 充满着活泼 不像现在教会中的讲道 太宗教化 没有生命的活力 以前听他们的节目 信了耶稣 现在还挺想念他们的 到了城市啊 很少听福音电台节目了 现在的收音机啊 不知道还能不能收到福音电台 我想啊 在我们这里成立个聚会 给朋友们啊 播放电台的节目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我这一段时间啊 一直在听 梁院的沈凌峰牧师的课程 多元步道法 谢谢梁友电台 我也是很早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家里面有台老式的 海燕牌的收音机 也是无意当中 收到梁友电台的 其实我从小时候啊 就听梁友电台了 结婚后就没有听了 后来又买了收音机 听不清楚 也收不到 之后就暂停 再没有听了 在五年前啊 我在朋友圈里 发现梁友电台的节目 《矿野马纳》 这声音好熟 从此就有梁友电台的节目 每天伴随着我 真的很感恩 神没有丢弃我 虽然我对他认识有限 也肤浅 但我愿意啊 每天坚持去读经 我只能这样 学里有限嘛 我真的很感恩 梁友电台 主内肢体的付出 使我们可以这样方便的 收听节目 真的谢谢你们 愿神祝福你们 我在二十二年前的春天 那时我儿子出生 我不能聚会 就让丈夫买了个收音机 那时候只能等到九点以后 才能听 讲到凌晨一点吧 后来收音机坏了 有电脑 就在电脑上看一些 听一些牧师讲的 电脑坏了 又停了几年 我再次开始在网上 收听梁友电台 现在又有手机能听了 这回听了大概四五年吧 有时候聚会 放梁友电台的节目 给弟兄姊妹听听 非常感谢梁友电台 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 都坚持侍奉主 真的感谢主 我经历了主的奇妙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只要有信心靠着主 就不会有试探 夫妻关系那几年 实在不太好 因为不同心 现在好多了 感谢主也让我明白了 好多道理 要谦卑 要忍耐 要饶恕 要彼此相爱 我们非常感谢 所有听众的留言和鼓励 感谢主 使用梁友电台 七十一年来 默默传讲神的话 让千万同胞得闻福音 去年刚加入梁院团队 负责管理网站 及微信公众号的 朱明浩弟兄和陆芬姊妹 希望大家能为微信团队祷告 让个人发挥恩赐 互相配搭 侍奉主 那让我们来听听 他们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明浩 如果问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尽管 面对疫情威胁 和被树伯的生活 神仍赐下信心 仁爱 喜乐与平安 与内地的弟兄姐妹 又不断地透过导文和诗歌创作 如相呈献给主 最难忘的是 反反复复上传文章 仍未能转发 特别是情戏湖北时 以后就更难了 如同富人 生子 几乎每一篇都是雅比斯 我希望听众 从文章内容得鼓励 从诗歌和视频得着安慰 疫情无分肤色人种 请为整个工作团队的同工 求平安 大家好 我是陆芬 我认为最大的感动 是来自听众的留言 记得在新冠疫情期间啊 我们电台开播了情戏湖北 为湖北祷告 为中国祷告的专题节目 在情戏湖北第十五期 《隔离不隔爱》当中 转转了安徽韩姊妹的 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 她的文章围绕着 在疫情之下 不同的人们 在她们能力范围之下 付出的爱心行动 当中 陕西贾姊妹的留言 最令我印象深刻 贾姊妹写道 爱的反面不是恨 而是冷漠 看见人有困难 就怂怂间 匆匆地走过吗 我们是被阻碍过的人 没有权利冷漠 一位从英国到印度宣教的 女宣教士贾爱美 曾经说过 如果我有能力 我欠服侍软弱者的债 如果我有健康 我欠病痛者一点帮助 这让我看见了 贾姊妹对人关爱的心 和付出关爱行动的热情 她的留言 对我来说 是很好的提醒 那另外呢 在 《情细湖北》第六期 《桥梁传递爱》 《武汉不孤单》 这期节目当中 有听众朋友分享了 想参加恩典中介平台 并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帮助有需要的人 的确 人间有爱很重要 爱是从神而来 希望人能活在爱中 让爱取走一切的黑暗 现在虽然人们身体隔离 但神对人的爱 和人与人的爱 是永不会隔离的 我期望读者多依靠神 读经 多祷告 亲近神 每天与神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知道 有人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孤单 无助 有神的同在 弟兄姐妹和家人的关怀 再大的灾病 也不可怕 让我们紧握神的应许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 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